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明镜茶 也就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 是茶中极品 尤其是明镜龙井 喝茶肯定得到茶的原产地来 今天我就打算做一回采茶姑娘 这里就是龙井茶的原产地了 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小伙伴和我同行 是一位救灵后的茶艺师 思雨 你好 思雨 哈喽 宾宾 欢迎来到我们杭州的龙屋茶镇 那我们龙屋茶镇呢 是杭州西湖龙井的最大的茶区 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到了茶园里面 我们西湖龙井呢 正好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进行采摘的 龙屋茶镇呢 这边能有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茶树 像这个云朵状的呢 它叫做群体种 它是最早的茶树品种 龙井43号呢 它就是群体种上面出现的一个新型的品种 好像自古以来 人们是比较看重这个明前茶 但是就为什么说明前茶很珍贵呢 因为明前茶的产量比较少 它呢又蕴含了一整个冬天 所以你在这一杯茶当中呢 就能喝到属于一整个秋冬的味道 秋冬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它蕴含了满满的生机 又在春天开始生长 发芽 现在茶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了 这个都采下来了 这和平常闻到那茶叶味道不一样的 草的味道 其实呢我们西湖龙井的采芽标准呢 一般是一芽一叶制 一两芽叶 叶芽和粉蕾 一芽一叶 芽指的是什么 一芽 这是芽 对 这个是芽芯 这个是叶片 那它的长度呢 大概是25毫米的一个长度 我们现在西湖龙井的最佳的采芽标准 就是按这个范围锁定的 其实采在西湖龙井有很多的要求 西湖龙井呢 它是不能用手这样子去掐的 不能用指尖 它是食指和大拇指提住这个牙心的地方 轻轻地往上一提 就给它拔起来 对 我们就摘下来了 就是先挑出来合格的 对 我们能看到的都是非常优质的 因为现在呢 这个采茶季正加实 嗯 这样子可以吧 采得非常好看 是吧 嗯 而且可以把它放到里面了 你看 现在就是我想象中那种很优雅的 很美的状态 是不是 嗯 以前好像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什么舞蹈 它有那种采茶的动作 对 采茶舞 其实有点类似于这样子 哎 太文雅了 比如说你看这个龙井茶 它是分这个明前龙井 雨前龙井 嗯 那比如说现在的这些茶我们明前摘了 嗯 那之后还有的吗 还有 我们在一整个春季我们可以采大概三十次左右的绿茶 明前呢 指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嗯 也就是七年之前 嗯 雨前茶呢 指的就是古雨之前 嗯 它是按节气来去平均这个采摘的时间 嗯 明前茶最嫩 是吧 是 明前茶也就是我们新春的第一口鲜嫩 嗯 我们想要喝到一口好的西湖龙井 不单单只有我们今天的采茶 嗯 制茶 平茶 嗯 它还有背后很多看不到的人 它在用心的去培育和养护这一片土地 哦 所以说就算我今天采下来的茶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制茶炒茶的这个工艺没有特别到位的话 可能这个茶也出不来那个最好的 对 是的 嗯 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炒茶 这个很美 这个也太有格调了 你好 老师 你好 老师 你好 你们好 看 我们刚刚这个采的茶怎么样 您觉得还可以吗 打标吗 我看一下啊 哎 你们采的很标准啊 是吗 对对对 但是刚采下来的茶我们是不能马上炒的 要经过一个步骤叫贪清 就是让它晾晒一下 让它晾到表面的水分感 它就是捏了 在山上炒 这是已经汤晒过的 对对 听到这声音没 哦 它的锅门很烫 它的锅门有二百度 这来好香 二百度 对 您就这么把手生理了 哈哈 我们都习惯了 嗯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沙青 对对 沙青 沙青 沙青了 好了 跟这里沙青了 其实又一样的 为什么叫沙青了 它主要是通过高温下 给它去除里面的清炒器 哦 西湖龙顶的手工炒制剂 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它其实确实很难学的 嗯 像我们现在这种全手工炒的一斤茶叶啊 像我们一个炒茶师傅一天 也就只能炒四斤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不吃不睡 啊 也只能炒四斤 嗯 就这么得一直弄一直弄 对对对 像我这个沙青环节呢 它有 要炒十五分钟 这样呢 炒好之后合并起来啊 嗯 炒三锅茶 合并起来再炒一锅 我们会进行下一个步骤 我们叫它灰锅 光灰的灰 就是灰锅 继续地给它呃呃 做形状啊 给它压扁啊 烘干啊 它是其实门道很多的 哦 所以说这些就是每一个步骤 都要这么细的话 是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 最后成品的一个口感 对对对 要不要试试看 好 来 这只手放在这里 抹上来 可能你怕烫啊 有点烫的啊 会感觉烫吗 有吗 有这个滋滋冒响 是 哇 哇 你的抖在这么多很标准 哇 哈哈 哈哈 哇 老师 你是真是不怕的 哈哈哈 我的手套都好烫 像我们整个炒茶季结束 基本上都是手上全是这种水泡 啊 嗯 蜘蛛非得这么烫才来啊 好功夫都是练出来的 嗯 嗯 东坡先生说 欲把西湖比西子 又说 从来家名似家人 采摘炒至 见证这片南方家墓辗转心生 沸水欢腾 催促杯中 醋醋嫩芽 绽放芬芳 雪莫乳花浮舞展 人间有味 是清欢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到了我们前堂观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是由南宋的风格一比一去复原的 嗯 古人讲叫做四班贤士不一累加 这四班贤士指的就是焚香 嗯 插花 挂画 还有我们点茶 那古人在喝茶之前呢 一般都会有进行焚香这个环节 嗯 我们今天先焚香后饮茶 来跟古人的生活 牢牢的去链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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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感觉太到位了 嗯 现在该怎么泡呢 嗯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热水 嗯 倒到盖碗当中去进行温润 把茶叶可以放在盖碗当中去进行描香 嗯 嗯 可以来闻一闻 哦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热水去进行冲泡了 嗯 这个现在是可以喝的吗 是的呀 我们马上就可以尝一下了 一杯茶呢 我们可以分三口去喝 哎 真的有一种好清甜的那种味道 嗯 很清新 啊 然后又很舒服 嗯 像古人一样品名闻香 不禁让人想梦回千年 去感受作为一名宋代女性的人生故里 一览极尽清丽风雅的宋式生活之内 从芽芽学语到桃李年华 女子时有舞者而鸡 女子时有舞者而鸡 此景便是她的鸡礼之石 碗发 霍香薰芝 Hun 나가 اور掌描冲 家中有女初掌成 吉吉之礼济芳华 激励之后 她便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种茶下子不可一职 一叶新茶一纸昏书 看她以扇遮面 茶香生暖意 家傲结童心 清明已至 观颂运 思今朝 这大概就是苏氏笔下 农民喜结婚 妙香敬福律的意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